师父每日白化佛法 信佛需要信根力 上 学佛人必须要信根十足 信根就是信念的根 是造房子的根基 一个人如果对菩萨都不相信 怎么信得好佛 信为道源功德母 常养一切诸善根 所以相信是最重要的 交朋友也是这样 如果没有信任 根本交不好朋友 做人也是这样 如果没有信任感 别人不可能跟你交朋友 学佛人要不断地坚定自己的信根力 坚持弘法 坚持修心 自己要对自己有信心 自己要对自己所信的菩萨有信心 才能出离六道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相信 连本性的佛的根基都没有 根本信不好佛 出不了六道 增强信心很重要 人和人的接触 也要不断地让对方增强对你的信心 对方才能一直对你好 如果丧失信心 双方的关系就无法坚固了 就像钢筋水泥一样 钢筋再硬也需要水泥的凝固 水泥如果没有凝固的话 钢筋也撑不住的 信力坚固 根基劳 坚信佛法 出六道 信念坚定 悦诸难 心灵净土 在眼前